一位罹患鼻炎癌五年之久的西班牙西医护士 依靠中医针灸和气功的辅助治疗战胜癌症 一位怀孕三个月的妈妈在针灸的帮助下摆脱手术的困扰 云南白药提醒您收看中华医药之中医药在海外 这里是风景如画的欧洲之花西班牙巴塞罗那 今天巴塞罗那会议中心来自西班牙及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 为参与这场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医药专家学者在此次大会上分享他们的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 科研成果和新发明新创造 在大会附设的体验工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番场景 不足五十平米的小会场内坐无虚席 连墙边和过道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人 来自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陈日新教授正在掩饰热敏酒 台下的欧洲人争相上台体验感受热敏酒神奇的效果 这么多年来有二十多个国家的针就医药到我们这边学习 这一次呢我有一点意外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欧洲这边的外国人对爱揪那么感兴趣 原来我只知道对真感兴趣 所以呢我们的揪的传播可能还有一个过程 那个时间 但是这一次呢我看到那么多那个外国人对这个街舞感兴趣 这一点是我没想到的 我工作在一个工程中 我会有更多的关系 然后看看怎么能够行动 对我非常有趣 人们看着新的医药方法 我感到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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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它是活动 那些人们有成功 是的 他们在这边工作 是的 在很多国家的欧洲 我们认为这种药物是什么自然的 这是第一个事 它能帮助你 到健康 欧洲人对中医针灸等自然疗法的兴趣和关注度 远远超越国内 在当地的一家华人诊所 设置组拍摄到了这样的场面 一群高鼻梁的欧洲人正在聚精会神的听课 授课的老师是一位华人 他的名字叫蔡健 蔡健原本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一名医师 2001年移民巴塞罗那 在这里开设了一间中医诊所 这十几年来 因为当地对中医感兴趣的欧洲人越来越多 蔡健便随之开设了中医培训班 为当地人教授中医知识 由于他治疗的效果好 而且在保健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好的作用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接受中医的治疗 不光是有病的 甚至有一些说我愿意来你咨询一下 听一听你从中医角度的 怎么看我的身体状况 给我一些建议 就怎么能维持我这个身体好 甚至有这样的人来 今天这位女士应约前来就诊 这位女士名叫阿姆蒂娜 她不仅是蔡健的学员 也是她的病人 她在怀孕三个多月的时候 被查出脾脏出现严重问题 当地医生建议她切除脾脏 中医在海外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 因为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欧洲人虽对中医的切脉和看舌胎等方法很难理解 但是因为中医显著的治疗效果 来就医的外国人都愿意接受和配合中医的诊治 我变成了一年的原因 我拿上一年的原因 根据当时的病情 当地的西医建议要做皮切除手术 阿姆蒂娜很难接受这个方案 担心在怀孕期间的切除手术 会影响到腹中孩子的安危 希望能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法 医院的医生为他推荐了中医的自然疗法 他找到蔡健的诊所 在蔡健医生的指导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针灸治疗 配合气功的练习 皮脏功能恢复惊人 在现场我们发现 蔡健医生用来针灸的针 比国内的针纤细很多 蔡健医生告诉我们 因为多数外国人 对针灸这种疗法 怀有一些恐惧心理 对针刺疼痛的耐受程度 也不如中国人 所以针灸走出国门后不久 针就变得苗条许多 而他对学位刺激的功效 也相对会有些削弱 一位罹患鼻炎癌五年之久的西班牙西医护士 依靠中医针灸和气功的辅助治疗 战胜癌症 一位怀孕三个月的妈妈 在针灸的帮助下摆脱手术的困扰 云南白药请您继续收看中医药在海外 托尼是蔡健中医培训班的一位学员 他学习中医已经长达18年之久 他是巴塞罗那一位从事西医临床工作的护士 自己也在西班牙开设有一家中医诊所 托尼在五年前不幸罹患鼻炎癌 在化疗后 他凭着自己多年学习中医的经验 决定依靠中医辅助治疗来恢复健康 我认识了一天是自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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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经过习剩皇忌法 但脱补全部的疾病 我经过决定了一天 我心里从事尼做地自治疗 我认识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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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在飞食宗 我们认识的解采 是在愚痛 在其中表的 但在第一线 和一些效果 我所说的 很美丽 当他们看到 第一试试 而全都消失了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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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经历 很重要的 健康 我试试 今天我试试 五年过去了 托尼通过中医针灸 气功 和药膳调理饮食的方式 完全控制住了病情 身体各项指标 都保持正常状态 他经常把自己的经验 推荐给他的病人 并经常用中医疗法 为他的病人进行治疗 我试试 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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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病人 更加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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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社会 然后 你认为 有责任 它们的责任 已经连续四年办了这个暑期班 我们连续办了四年非常受欢迎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中医基础 中医是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人体 认识自然界 那么像这个角度给他们解释 来上课的这个学生呢 很多都是医学生 就是大学在学医的学生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学其他的 这个自然科学的呀 这些学生也有 欧洲人把中国的针灸推拿等外治疗法 统称为自然疗法 他们认为这种不借助于 化学合成药物的方法 更加安全可靠 除此之外 太极拳和气功的养生效果 也被欧洲人广泛认可 在西班牙的一所气功养生学校里 常年开设这样的气功培训班 来这里练习的有辅助治疗的病人 更多的人是想通过气功练习 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在第十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市中联中方官员 和欧盟负责人也开始讨论 欧盟中医药立法相关问题 这实现是我们的货带人 是在中国人的货带人 是负责人的货带人 是负责人的货带人 我们想开始做的制度使用 有关心思义的染症 The medicine china 是联合上的 我们使用这些人 对这些人的朋友们 在进行中的生命 一annya quelques- verbally- 不是 GREES- 的 Ist因為 HAVE 大家獲 to 最初是一炭 世界的 師cript Utah 聖書 이슨 是 Avant Before 大丈夫 死 大家 believe 中医药正在对世界文明的进步 和全球民众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医国际化将为世界上更多人 提供便捷的医疗选择 牙疼 胃疼 脖子疼 都是心脏惹的祸 心脚疼从头到脚都有可能 关心病不抑制 预防才是硬道理 关心病就跟帽子似的 一旦戴上了 是摘不掉的 云南白药提醒您收看中华医药 中华医药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 参加录制的两位专家 吴永健 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 副外医院关心病中心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 在关心病介入治疗等方面 有丰富临床经验 孙寒松 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 副外医院成人外科中心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 擅长处理各种疑难关心病 欢迎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有一位男士觉得特别的 身体特别不舒服 就到医院去做了一个特殊的测试 这个特殊的测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6岁的徐先生经常跑步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次跑步竟是在医院里 其实好几天了 就是感到那个 后背有点不舒服 前面吧有点发皱 就就心在那边 再不说做些检查 确定一下 徐先生所接受的检查 叫做心电图平板运动实验 是临床评估关心病的一种有效办法 心脏健康的人在做平板实验时 心电图不会有明显异常 而关心病患者会因为心肌缺血 当场诱发出心脚痛 甚至发生心梗 在场医生紧张地关注着 徐先生心电图的变化 然后我们开始运动的时候 总共这个表上分五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和第五级 每级都有它的速度和它的坡度 它的目标心率达到195减差的年龄 到这个心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停机 五分钟过去了 徐先生开始冒汗 就在此时 他达到了目标心率 测试停止了 在等待检测结果的这段时间里 徐先生思考着自己的生活习惯 心里不免有些没底 对 可能晚上可能吃得多 早上可能吃得少 以前是吃得多 现在呢 可能血液可能有点高了 可能油腻的可能就少点了 那么徐先生的检查结果究竟如何呢 然后呢 这是一个运动平板的一个结果 这个人呢 运动平板是阴性的 如果他是在 值得庆幸的是 徐先生通过了检查 但在今后的生活中 他还有许多要注意的 不断暖身体 油腻的少吃 尽量少吃 脊部尽量少喝 这个测试的这位先生很幸运 他是阴性就没有得关心病 下面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孙主任 我们在这个短片里边看 他也就是带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走路 快走 通过这样的实验就能够测出 这个人是不是得了关心病吗 这个运动平板实验呢 实际上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这个常规的一个检查 他是阳性的 往往提示的话呢 这个有关心病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假如说是阴性结果 就像这位徐先生一样 并不一定完全排除 他说他是没有关心病 假如说他还是有点心的心脚痛症状 那可能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做检查的 说到这个关心病 我想这个名词对大家来讲 可能并不陌生 但是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 他与我们心脏的其他一些疾病 有哪些区别 我们请吴主任跟我们讲讲吧 好 这个关心病呢 就是在血液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脂质的一些成分 正常情况下 在血液循环当中 可以供应到身体的各种这个细胞使用 但是当这个脂质很多的情况下 它就容易地沉积在这个血管的内皮下 那么日积月累呢 就会造成这个肌力会越来越多 就会形成一个斑块 再继续发展的话呢 就像这个血管里边突出 那么就使得这个血管的管腔就变得细了 这个血流流过去就不太畅了 那么不畅呢 就会造成这个心肌缺血 血细缺血的临床症状就变成为叫心脚疼 这就是关心病的这个发病的这么一个基础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它的作用就好比一个永不停止的泵 它的每一次收缩 都将携带着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输送到全身 那么心脏自身的氧气和营养 又如何获得呢 在主动脉的根部分出三条动脉 负责心脏本身的血液循环 它们就是冠状动脉 冠心病 全称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 指的是 由于人体对肢类物质的代谢不正常 使得血液中的肢类物质沉着在动脉内膜上 形成周样的斑块 斑块不断累积 使动脉腔越来越窄 血流不再通畅 就出现了胸闷 胸痛 气憋等心脚痛症状 如果斑块突然溃破 则会形成血栓 使整个血管内的血流完全中断 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甚至猝死 刚才吴正人也提到心脚痛 想请孙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吧 这个心脚痛的症状到底有哪些 心脚痛的话就是冠心病在发作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种疼痛 比较典型的心脚痛的话是心前去的一个压榨性的疼痛 然后呢向左前臂就是放射 过去我们一说心脚痛就是心脏本身这个地方疼 世界上呢心脚痛又从头到脚都有可能 这个部位都可能体现出来 那最多见的是心前去 但是现在更为多见的是像这个脖子 就是咽部这个地方 卡嗓子这个地方 这是比较多见的 比如说我一上坡一骑自行车或者一拿种的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叫人跟卡着一样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心脚痛的表现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有些人可能 因为胃疼去看这个普外科 结果最后可能就容易误诊 有的人可能去看牙科 牙疼 胃疼 脖子疼都是心脏惹的祸 心脚疼从头到脚都有可能 关心病不抑制 预防才是硬道理 关心病就跟帽子似的 一旦戴上了是摘不掉的 云南白药提醒您收看中华医药 刚才两位专家都讲了这个关心病的一些症状 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些症状确实 比如说左前臂胳膊疼或者是牙痛 尤其是或胃不舒服 尤其这些症状 我觉得恐怕很少有人去和心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往这个方向去想 那么关心病有没有一些什么预警信号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位患者的经历 躺在病床上的李先生 到现在都难以相信自己得了心脏病 说起自己一个月前第一次发病时的情形 李先生仍心有余悸 这一场疼痛并没有让李先生感到警惕 他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到一楼楼梯的时候 我躺着受不了 就坐到楼梯上了 下楼就能力就没有了 我只能坐到楼梯上 把最躺着就挺过去了 是那样 这次李先生不敢大意 特意从辽宁锦州跑到北京来看病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病人的病变还是比较严重 在前降肢的近段 有一个接近90%的狭窄 那么还是一个明确的冠心病 而且是一个多质病变的病人 通过关脉造影术 我们可以看出 关状动脉的狭窄程度 李先生的情况有多严重呢 一个是这支比较粗的这支血管 这支血管呢 叫前降肢 那么它在前降肢的近段 这个位置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狭窄 那么在这个分叉的地方 这支血管叫对角肢 那么在这个对角肢 开口的地方 有一个长段的狭窄 经过会诊 医院准备为李先生实施 搭桥手术 大夫告诉他 一定要重视术后的保健 那么做完搭桥手术以后 在近期 它的症状就会得到马上的缓解 但是呢 做完搭桥手术 不意味着这个病治疗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的冠心病呢 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 那么搭桥的桥血管 比自身的血管 更加的需要药物的维护 那么对于这个病人来说 他做完手术以后 一个是要终身服药 那么再一个呢 他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问一下孙主任 临床上像这样的情况多见吗 像这位患者这种情况 像这种患者的情况呢 还是比较多见的 那像关心病 它有什么预警信号吗 或者说 它有这个患者忽略了 实际上真正来说的话呢 预警信号呢 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有时候 有点疼痛啊 这个疲劳以后 有点不舒服啊 都是一点预警信号 但是呢 有时候呢 就是在疲劳啊 或者说劳累的时候 或者说像刚才这个患者 上楼爬楼梯的时候 爬到二楼的时候 可能正常 爬到三楼的时候 可能就有点不舒服了 这个呢 都是一种提示 实际上是一种提示 你的这个心脏状态 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真正来说的话呢 还是应该经常地 做一些体检 可能帮助你 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提示 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上 这个是一个 我们就抽血做了以后 有一个化验单应该是 那么判断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关心病的风险 我们一般要关注哪一些数值 对心脏科的医生来说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 低密度质蛋白 因为这个低密度质蛋白 治病性更强一些 那么高密度质蛋白 如果更高了一些 可能会更好 因为它对身体有保护作用 低密度质蛋白 更低了一些会更好 那么甘油三脂 经常会出现了一些高 但是它对于身体的危害 不像低密度质蛋白 那么严重 所以甘油三脂 可能有些轻度升高的时候 并不一定说要特别在意 如果特别高的话 应该要注意 如果就我们普通人来讲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看 它是不是在正常值范围里 就可以了 对 是的 这个不用太关注 那可以不用太关注 这个我们会发现都是脂类 好像是 比如说甘油三脂 似乎都和脂类的一些 都是脂脂 它叫总称谓 叫脂脂类的物质 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整个代谢就改变了 其中脂脂代谢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而这个代谢异常的话 对心脏的影响会很大 那么这个代谢是先天的呢 还是后天决定的 有先天的因素 有后天的因素 有先天 比如说你们基因的决定的 这个有些基因的原因 它很容易到了一定年龄 就容易发展成 这个胆固醇升高 就是它代谢的慢了 那这一类型的人 未来是可以避免关心病 还是肯定会得关心病呢 应该说发生关心病的可能性很大 那如果是先天的话 它可能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它比较早 它从小的时候 就这些因素就已经有了 你比如说有些先天的 胆固醇 就家族性胆固醇血症 它得冠心病的 从五岁就开始得冠心病 我们曾经做过 我们有一个单 我手头上经过两个病人 八岁就做了大桥的 八岁就大桥 对 所以这就很早的 很可怕 这个是英国有一个研究 它最早在这个关心动脉里面 发现脂肢成绩 是在出生以后 新生儿三个月 天哪 最早 那我觉得这还是先天 如果有的话 是很可怕的 那么如果是先天 有这个脂肢代谢 有问题的话 事实上我们后天 如果我们很注意 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风险 降低一点 或者是发病推迟一些 是的 我们来看一看 后天的哪些因素 是和关心病有关系的 我们先看到血压 血糖 血脂 吸烟 肥胖程度 体力活动 饮食结构 精神压力 性格 我们先讲讲这个 现在我们可能特别关注的 这个肥胖的程度 这个肥胖程度 怎么就算肥胖 一般的肥胖来说呢 有两个指标 一个呢 就是叫做体重指数 第二个呢 就是要腰臀臂 腰臂 有的人去一看那个肚子那么大 臀尾也很小 那就是指的腹部 叫中心性肥胖 那我们要如果自己想 想看看自己 这是不是到了这个肥胖的 界定的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来算吗 那一般就是要 叫BMI 然后用这个来 来看你的这个肥胖指数 是一个公式的 这个 对 这个公式就是 就是体重 体重除以身高平方 我们哪位嘉宾愿意配合 我们算一下 您啊 我来算一下吧 嗯 好 那个我体重是57公斤 身高是1米57 看一看超没超啊 体重是57公斤 7公斤 对 我们用的是 这是公斤啊 那个数除以 那个1米57 1米57 1.57的平方 我们来 经过演算之后 最后的数值是23.12 然后这个下面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指标 就是界定那个什么 就成人提示出这个参考 过轻的是低于18.5 适中的是18.5到24.9 您非常的标准啊 过重是25到28 肥胖就是28到32 就是您是非常标准的 那这样我们再看 它刚才里边列出来的 那个好多的那个和关心病 相关的一些 一些这个这个因素里面 有一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大家也想问 就是里边说性格 那里边说性格和关心病 有关系啊 是这样的 这个影响关心病的因素很多 性格呢 实际上它影响关心病呢 实际上跟发病有关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所谓的 A型性格的这个人呢 很容易暴躁 很容易发脾气 控制欲呢都比较强 这种人的话呢 有时候一激动 血压就升高 这个心跳就加快 然后呢 心脏呢就可能会缺血 就可以引起这个 急性关脉中复症 主要是跟这个有关 牙疼 胃疼 脖子疼 都是心脏惹的祸 心脚疼 从头到脚都有可能 关心病不抑制 预防才是硬道理 关心病就跟帽子似的 一旦戴上了 是摘不掉的 云南白药提醒您收看 中华医药 孙主任讲完了之后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别急躁 别发火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去做 可以把这些危险因素 控制到最低的这个程度 我想这个心血管疾病 方面的大夫 他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我叫徐飞 我是府外心血管病 医院的一名医生 在每天工作开始之前 我都会去晨练 去公园跑上几圈 对 开始 做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 我知道怎样 才能保护自己的心血管健康 所以每天的运动是必须的 我今年32岁 每周我都会坚持 三到四次的有氧运动 跑上五六公里 跑步已经成为了 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我坚持了已经有 七八年时间了 我的单位居我家有二十公里 每天一走进这间办公室 就意味着我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这里每天我们接待数以千计的患者 繁忙的工作 经常使我们吃不上饭 没事 好好休息 好好恢复 所以 每天下班回家 家人都会有准备 丰富而又有营养的晚餐 一般晚餐来说呢 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 这个绿色的 富含纤维素的这些蔬菜 比如今天有 芦笋 还有这个小白菜 那么肉类来说呢 我们一般选择这种深海的鱼类 那么心胸瓦疾病来说 还是跟饮食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那么高盐 高脂的这种食物的摄入 还是会 加重这种心胸瓦疾病的发作 我呢 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健康 因为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这医生是咱们医院的 我外科的 问一问两位专家 像这样的方式 是适合所有的人吗 实际上健康的 这个生活方式 是非常重要的 像刚才我们这位 这个徐大夫 他这个生活方式呢 还是比较健康的 他肯定不抽烟 因为他抽烟的话 就会提的 实际上关心病呢 病人除了这个 要注意这个糖 这个脂肪 这个这些盐 这个摄入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的话呢 就是说要解烟 烟呢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一个这个生活习惯 服务院的更多的是研究 这是综合的 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 比如说 服务院里 从六十年代开始 就在首钢 开展了大规模的 这个研究 就希望呢 因为首钢的这些工人啊 相对的人群比较集中 而今天比较容易接受教育 所以就对这些人进行了一个 整个人群的这个仿制 那么经过了将近的三四十年的 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研究 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这首钢模式应该推广 实际上这个首钢模式 现在 我们的首钢模式 按理来说 比美国的防病的概念还要早 美国世界上的防病概念 是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它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整个美国的心脏病毒发病率都在下降 美国政府出台的整个国家饮食指南 要求每一个公民 你一天吃多少盐 你要运动多大量 它都有量化的 那么实际上咱首钢模式 在早期也都是这样做的 只是说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个 首钢模式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 当然现在国家已经注意了 现在世界上国家各个社区都在做 用首钢模式来管理自己的社区 那吴志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谈了半天这个关心病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自己 能够或者预测出 或者是能够知道自己 到底是不是未来有可能 患上关心病的人群 我们要得把这些所有的因素算进去 算完了以后来做一个评分系统 是个评分表 对 它是一个评分系统 那边男生这边女生 这个男性和女性是分开的 因为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 关心病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计算方法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以女性为例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步就是要 首先要看这个年龄 那么从这个年龄来看 你看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 它的计分系统是不断地增加 那第二个就是看着这个胖瘦 越胖的人越容易得关心病 那么剩下的就是像吸烟 血压 血脂和血糖 那么都会要加一个分 这个像糖尿病 像吸烟跟胆固醇 它的气氛很简单 就是有和没有关系 唯独那个血压把它分成了几个档次 就是当血压是随着血压力越来越高 那么发生心脏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所以每一个人呢 要从这个表达中 然后找对自己的位置 大概算一下 我们不如举一个例子 还举刚才您正好算过那个体重的指数 然后您的年龄段50到54之间是吧 是三分了 已经三分了 您继续 收缩压是低压是64个压是100 那减掉两分 你就变成了多少 变成一分了 继续是 体重指数 刚才是23.12 23.12 0分 那就是现在不加 哦 还是一分 然后还有什么 胆固醇 总胆固醇我是6.82 6.82已经大约二百了 那加一分 两分 对 现在两分了 还有吸烟 不吸 不吸烟那还是两分 糖尿病 没有 那就是你总共才两分 哦 总共是两分 对 你这两分 两分未来十年的 发生心脏病的 这个绝对危险度是多少 是0.3 一般来说的是这样子 就是你要两分的话 你未来十年发生的 这个心脏病的可能性 都是小于5%的 那这个算法还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今天算的时候 我今天是 比如说是50岁的 十年之后我再算的话 你可能到那个时候 你的血压跟着血脂血糖 都在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 这个激风系统啊 是要每年都在修正的 而不是说你今天算完了以后 我后边不管了 因为你后 你五年之后 你的血压跟着血脂血糖 都在改变 所以这个激风系统只是说 我今天告诉你 你是高危的 你是中危的 但明年你算的时候 很可能你就变成了一个高危的了 因为你明年糖尿病也出来了 明年高血压可能更高了 所以这个激风系统呢 不是说我今天算了以后怎么样 要每年都得要一起算的 如果一旦患上了关心病 我们一般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 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放支架 就相当于那个管道不通了 我们在里面把它给打通了 这种方法 就跟打隧道一样的 把它打通了 重新通 这就放支架 那么除了支架这个手术以外 还有外科手术 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叫大桥手术 大桥手术呢 就是用一种办法 把这个狭窄的地方 甚至是不通的地方绕过去 我们另外再做一个管道 把它绕过去 这就是打桥手术 即便是你这个做了支架 或者是做了打桥手术以后 那么是不是药物就不吃了呢 也不是 药物呢 还需要吃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关心病呢 它是个代性性疾病 它不叫根子 关心病就跟帽子似的 一旦戴上了 是摘不掉的 两位医生讲完了之后 我们要对这个疾病 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如果是患有心脏病的患者 就是尽管做了手术 也不是万事大吉 这个药物 应该是一直要伴随下去 才能够保证 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 和稳定的状况 今天两位专家 给我们讲了 关心病一些早期的症状 而且还讲了 这个关心病 一些治疗的方法 另外还讲到了 关心病和我们日常的 一些生活的习惯 可能会有密切的关系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也谢谢嘉宾朋友 谢谢 怀胎九月 身体突现异常 我上周五的时候 这个地方突然就肿了 这三个星期就是低伤 每天晚上都倒汗了很多次 高度怀胎是来源于淋巴的重量 小小包块 千万不能忽视 淋巴瘤这个疾病 最容易发现的就是长包包 云南白药提示您 下周同一时间关注中华医药 都没有大的淋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